你好,公哥生物小讲堂 我们在第一章作为引言 要介绍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恒定性 一之二的部分 这个恒定性在我们作为生命的生物体之中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那个Campbell Biology里面 它有提到生命的特征之一 是我们生物会呈现出一个有秩序的排列 例如说我们在上支影片介绍过 例如说我们动物的上皮组织 这些细胞会排成我们的皮膜 这是一个排列的方式 肾小管是借由立方皮膜细胞 排列成管状的模式 这都是一个很有秩序的排法 但是如果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世间万物都要倾向最大乱度来讲的话 我们生命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应该要倾向最大乱度全部都散掉 所以生命要有办法存在 就必须要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 所以我们必须活着 就必须一起摄取能量 利用能量想办法维持这个自聚性 而这个自聚性的一个表现 就是维持恒定 恒定在我们人体之中 无处不在 例如说体温要恒定 血压要恒定 血糖血氧全都要恒定 好那我们饮言就先以这个运动的时候体温来看 运动的时候体温当然会上升 但是没有办法一直运动 然后就到40度到50度 这样人会死掉 好所以我们就必须透过 例如说流汗来降低体温 除了流汗之外 我们可能还会想办法怎么样呢 少穿点衣服啊 四肢都展开啊 或者躲到阴凉的地方啊 让我们的体温下降 好这个恒定性在我们身体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要先讨论一下 到底恒定是有哪些 呃 器官或是系统 有办法让我们达到恒定的效果 我们先介绍一下恒定 它的概念由来 首先最早是在19世纪的伯纳德 他提出一个概念哦 这个环境 他把它切分成外环境跟内环境 所谓的外环境 指的就是外界的物理环境 阳光空气水 内环境就是指我们的体内 好的一体环境 包括组织血液跟淋巴液 好所以各位请看这个简图 外面的外环境 就是外面的阳光空气 里面的内环境 是我们体内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状况 而外环境一天之中 温差可能就可以高达10度以上 但我们的体内温度可是上下不能超过1度C 其实超过1度C也还好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控制在一定的温度之中 所以借由这个内环境的隔开 可以导致内环境维持稳定 好这个是伯纳德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在20世纪的时候 康农他提出说 之所以可以办得到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恒定的效果 是我们细胞能够维持正常生理作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现象 而能够办到是要靠一些系统调节的方式 让我们的内环境可以维持在一个动态稳定 变化很小的状态之下 好那刚刚讲的好像比较学理 我们用图形的方式来跟各位做说明 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某个生理的指标 可以是血压血糖 那么呢他会在一天之中 或是在一定的范围时间之中 他的变动的这个上下 都会在一定的一个生理范围之内 例如说我们就以真实的人体温一天的变化来看 请看横轴是时间 早上七点大概是你会起床的时候 晚上十一点之后大概是睡觉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早上起来 我们的体温会上升到37.3度左右 而要睡觉的时候呢 体温会下降到36.4度左右 也就是大概维持在一个一度C左右的一个范围 这是真的 所以大概午后一两点左右 会达到我们一天之中体温最高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一天中体温的变化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恒定的维持机制 让他就一直hold在这个一度C中 第二个例子我们来介绍一下血糖 血糖我们可以看到 七点大概七八点这个地方会有个高峰 一点左右会有个高峰 然后呢六点左右会有个高峰 各位可以想到为什么一天会有三次的高峰吗 当然就是早餐午餐跟晚餐嘛 所以呢在早餐进食了之后 血糖会上升 但是又下来回来到原本的状态 午餐之后会上升 接着又会回来 晚餐之后会上升 接着又会回来 这个拉回来到一个大致上恒定在这个范围之中 这个就是我们血糖的恒定 所以恒定的指标包括物质浓度 体液渗透压 这个体液渗透压通常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维持钠离子的恒定 酸碱值 PH值 也就是它要维持轻离子的恒定 体温 血压 这些因子要能够恒定才能够让细胞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生理作用跟正常运作的机能 那我们就要有这些系统可以去侦测血压血糖的变化 并且去调节生理的机制才能真正办到恒定的效果 这就是要花能量并且非常困难的部分了 好那我们刚刚以血糖为例 所以这边我们先多讲一点小百科 如果血糖过高过低人会发生什么事 滴血糖会昏倒 会发抖冒冷汗心跳 增快 头晕 甚至会致死 好所以呢 滴血糖的时候 有些人他如果说知道自己会比较滴血糖 那随身都要携带一些糖果 如果说在发现自己出现了发抖冒冷汗的时候 就要赶快吃点糖 快速的提供自己的血糖 必要的话甚至要到医院去注射葡萄糖液 那如果反之是血糖过高 它不会直接的导致你直接发抖昏倒冒冷汗等等 甚至可能没有任何的体感 但是长久下来 这个高血糖会导致我们渗透压增加 那这渗透压增加会使得水会增加 这个在好之前 宫哥就不断的强调 讲到渗透压要想到溶质浓度 所以溶质这边指的是血糖 然后他又扮演这一个吸水的吸力的角色 导致水的量会增加 那水量就会等于血量 这个之后宫哥在介绍血压的时候会讲 所以水增多血增多 血增多压力上升 所以会导致高血压 再来血糖很高又会导致发炎反应 所以会容易导致一些比较末端的地方的坏死 这个末端就包括了像肾脏的坏死 包括像是动脉硬化 会导致我们的四肢坏死 或者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所以刚刚讲到的高血糖低血糖都很危险 因此我们就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血糖能够维持在一个恒定的状况 因此这支影片的重点来了 怎么维持恒定 我们维持恒定的意思指的是要让特定的数值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中 所以我们要靠回馈系统 这个回馈指的是产生了这个生我们某个生理作用它变化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引发另外一个生理作用来进行调节 例如血糖变化 我们就对血糖进行调节 体温变化 我们就对体温来进行调节 那么调节的方法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负回馈 负回馈指的是它所产生的这个调节 会对原本的生理作用产生一个相反的趋势 这个叫负回馈 它不是变强也不是变弱 它是跟原本的作用相反 正回馈的话是另外一种做法 它所产生的调节是对原本的生理作用产生相似的趋势 这样听起来有点笼统我们举例 如果血糖上升 以负回馈来讲 它就造成它血糖下降 这就是相反 那正回馈例如说 婴儿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最好的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那他越吸损妈妈的乳汁 就会越吸越多 这个趋势是相同 越吸越多 越多越吸 越吸又越多 这个就是一个正回馈的体现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介绍 负回馈跟正回馈到底怎么做 好 然后在介绍这个机制里面 又会常提到结抗的概念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 首先我们先来看负回馈 负回馈的意思是 随着时间过去 这个生理机制如果 它的指标变多了 那么我们要让它回到原本的状况 这就是负回馈 为什么呢 原本的反应是向上 现在负回馈是让它产生跟原本相反的一个趋势 相反嘛 那就是回来 那反制如果今天是变低的话 血糖变低 血压变低 那么它一样要让它回到原本的地方 又是一个跟原本相反的趋势 所以这也是负回馈 所以负回馈乍看之下是变少 不是哦 它是要让这个数值维持在稳定的状态 那么正回馈 正回馈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有一个数值 数值增加了 结果正回馈会使得让它变得更多 如果它是变少了 那么正回馈也会让它变得更少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叫正回馈 好那这样子讲起来好像还是有点难懂 好那我们就来套用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结抗要怎么样来协助回馈 来办到恒定的效果 好那我们来看结抗又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结抗指的是 这边有两种生理作用 然后它是相反的 并且会互相制衡 好 结抗指的是 有两个方法的作用是相反 例如我们等一下以血糖为例 今天血糖下降跟血糖上升 这两个作用的力量 作用的生理方法是相反 那么这两个作用法就是结抗作用 例如各位应该国中就有学过 胰岛素会使得血糖下降 深糖素啦 肾上腺素啦 会使得血糖上升 所以 胰岛素跟深糖素就是属于一种 结抗作用 胰岛素跟肾上腺素也是可以属于一种结抗作用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重要的点 我们来用血糖的恒定来介绍刚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刚刚说了血糖必须要维持在恒定的状况 所以早餐午餐晚餐之后 血糖浓度上升 这时候会刺激胰脏去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刚提到 它的功能是使得血糖下降 它使得血糖下降的方式是 它可以让血液中的糖变成肝糖储存起来 或者让血液中的糖被细胞吃掉 总而言之 这些机制都是使得血糖下降 那下降之后会怎么样 就会回到原本的状态 好那今天吃完饭之后三个小时 血糖下降了 这时候会刺激胰脏去分泌生糖素 生糖素名字一看就知道 它会使得血糖上升 上升的方法是把肝糖分解产生葡萄糖 然后这个生糖素就可以使得血糖上升了 所以这个详细的机制 之后宫哥也一样会在这个消化与吸收的章节会仔细介绍 这边您先不用管那么多 您就先知道 胰岛素跟生糖素 这两者的作用本身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们是属于结抗作用 它们的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相反的结果 而它们两者的互相搭配 都可以办到什么样的反应 都可以办到负回馈调控的反应 然后这个负回馈调控就可以让血糖维持在一个适当的血糖浓度之中 最后用这个简单的动画来描述 我们身体需要各式各样的肯定 例如说我们吃的东西 这个东西经过了消化系统分解 然后吸收 吸收之后经过肝的储存 然后送到全身 然后泡澳糖会被细胞所利用 利用了之后会代谢 氧气也是需要的 被肺所吸收 经由肺泡送到全身 氧气也会协助把泡澳糖 做有氧呼吸作用代谢 代谢出来的肺物 有代谢肺物跟CO2 然后这些代谢肺物 含氮的肺物 它可能可以借由泌尿系统把它排掉 CO2的部分可以借由呼吸系统把它排掉 所以这整体来讲 还需要用到消化呼吸泌尿 中间的协调需要神经内分泌 那么跟这边比较不相关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作用的免疫系统 事实上也会维持着 让我们身体维持在恒定的状态的作用 所以从第二章开始 我们就会开始一个一个的系统去介绍 到底这些系统要怎么维持恒定性 也就是这一整本书 是以恒定性作为核心的基本概念 以上就是第一章的内容